你之前提出就是 如果一年之内没有推动内阁字 那你就要请吃 然后柯文哲之前也提出内阁字 可是他现在在笑你的内阁字 他现在不太提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当然柯文哲本身变来变去 大家也知道了 柯文哲本身原来不是一直说 我们不要谈这个 怎么分配职务 那是分章嘛 我们要谈理念 对不对 理念才能合作 是 那理念 这句话没错啊 内阁字不是我现在提 我早就提内阁字 早后我就主张了内阁字 马英九干总统之间 我就跟他讲 你最好推动内阁字 他说我干四年以后 我们来检讨 干了四年以后我催他 我说内阁字啊 你不做了 他说我们只是检讨 并没有说要辞职 那因为要内阁字叫修宪 一旦修宪以后呢 民进党搞不好就要什么 更改国民国号 什么领土范围 就太复杂 不要碰线法 不要碰线法 没有了 那郭泰民四年前选 我有帮他嘛 我有跟他讲 提内阁字 他还真的提啦 讲法之后我告诉他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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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柯文哲先也提啦 民进党如果你学历史 应该知道 党外的时候 民进党也主张内阁字啊 李鸿喜知道吗 我知道 民进党的国师 来个贼 我们来来个贼 来个贼 执政以后来个贼在队 都没有了嘛 因为总统权力太大了 他是一个all all nothing的游戏 赢者全拿嘛 你输我一票 就什么都没有 全部都是我的 六千个位置 我分都分不完 还不知道哪里有人来分配这些位置 对不对 国营师也这么一大堆 从董事长总经理副总协理 通通我拍 太爽了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就是什么乔委会要干掉 当选乔委委员比国民党还多 当选的资政总统国策会要干掉 更多 国营师要干掉 国营师也越来越大 他没有干掉任何一个东西 所以呢 为什么 因为权力在手里面 资源可以分配 就忘了嘛 所以 侯友宜也同意说要实施内格制 我也认为要实施内格制 但是为了确定 就是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个诚意 所以我才说 如果一年之内没有 推动 不是完成 完成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要看立法院 有没有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没有推动 我就不敢 我就辞了 可是大家都在笑 推动这个词怎么算 这不算 不是推动这个词就是 我们组织一个严你小组 就叫推动 那我问你吧 到现在位置 哪一个政府推动过 推动都没有推动 你现在这几个主要政党 国民党民进党推动过吗 没有啊 对不对 连推都不想推嘛 你就算组成一个 你推动一定要有一个 推动的一个机构 或是学者专家 学者专家一件一大堆 他们来讨论一下 将来要怎么做 但是我大概 也不是你第一个搞 日本也是内阁制 对不对 这个英国 根本不用讲了 内阁制的滥伤 可是内阁制 他牵扯到就是 要有一个元首在那边 元首正好可以选 新加坡也是内阁制 新加坡总统也是选 日本是有天皇 基本上你说他内阁制 他一党独大 那他还是内阁制 他的制度是内阁制 对不对 那你就总统还是可以选 都要选 选了以后 德国总统也是选的 选了以后只是 你比较仪式性的 但是权力还是在内阁里面 如果仪式性 花那么多钱 选一个总统 那时候就不会花很多时间 那就不会花很多钱 当你位置 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的时候 你要花那么多钱选 当然不要 就不会了 所以就不会花那么多钱选 那就在国会语言拼 对不对 那个字的好处是说 比较多元性 就是说我也许不是社会主流 但是我至少还有这一部分人 有这样的主张 我可以选一个国会语言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的声音还可以被听到 我不像现在这样 只有主流声音被听到 连那个第二名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只有他的声音 也不公平 你的这个住房政策抵出之后 就是你们这个侯康佩 敌的确确 年轻的支持率有提 有高一点 他不是只有这个 大家以为 比如说李嘉童 李嘉童对教育传有意见 前天就传了一个line给我 你们为什么提这个政策 你们应该讲说 工地不可以出卖 公共土地 我说对啊 我早就主张工地不应该出卖 我们常常派一堆人到新加坡 去看国宅对不对 那为什么回来就学不会呢 因为新加坡的土地是政府的 英国殖民的时候 把土地通通没收了 所以新加坡政府起来以后 所有的土地是政府的 香港是一样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原来土地都是老共的 是租给你多少年多少年这样 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新加坡这样 所以它可以盖很多的住宅 土地不用成本 土地都是我的 土地成本在建筑 比如你现在一个房子 假如说卖你一百坪 土地可能就占了七十万八十万 建造才十万二十万 对不对 你再涨 人工再涨也有限 土地涨得才凶 没错 那政府干嘛带头卖土地呢 你这个土地应该留下来 好好的 比如说规划社会住宅 千年住宅等等 那地方政府说 我财政收租化分法 中央不够钱 我地方要钱怎么卖 就卖土地 每个地方都在卖土地 是 那好 李嘉童反对 我也反对 我也讲说我如果 这个我们将来如果当选以后 我们可能会要求工地 基本上不要卖了 你政府卖了就没有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而且政府卖土地 经常把土地炒高以后 民间就跟着涨 所以我在讲 我说土地这样狂涨 政府是最大的元凶 真的是最大的元凶 大家搞不清楚 政府每次你都没有 标授信义计划去开土地 哇 历史新高 旁边就跟着涨 政府标一瓶都能够标出500万 那旁边是不是跟着涨呢 它有一个指标作用 另外你说侯友宇在新北 他估计是你盖了一万两千户社会住宅 对不对 你蔡英文说 8年要盖20万户 你盖了几户呢 对不对 那侯友宇盖得还不错 社会住宅是一种 工地使用是一种 另外容积率你知道 对不对 现在有限制容积率 对不对 你只能盖20层 我让你盖22层可以 那我的权利 政府给你多10%容积率 多的钱 对不起 放在基金里面 帮年轻人买 因为你知道 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 在党国时代 其实是被污名化的 他们把社会主义 跟共产主义 划上等号 那当划上等号之后 如果你支持 社会主义的 那个主张或者是理论 你就有很可能 遭受到生命的威胁 OK 所以 所以这样 赵哥你讲了 台湾只有右派跟极右派 这个我讲的 但是就是赵哥 我们想法其实是一样的 就没有左派 那你怎么创造这个左派的空间 你就是要社会福利 社会正义还是要多一点 因为否则 强龄如果重爆寡 能干的人 不是只有在台湾能干 他全世界都去 都外销全世界都去赚钱 对不对 所以弱的人 特别是先天比较弱的人 一定要给他多一点照顾 就是所谓社会正义 所谓社会福利 我觉得这方面要加强 我们这边是不够的 比如说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只占全台湾不到3% 日本韩国就15% 然后OECD过来在10%到11% 因为中低收入户政府就要给你一些照顾 每月给你一些补贴 我们非常少 所以很多人真的很穷 但是也得不到照顾 像这些我觉得都应该要做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这样讲好 不是以前人讲的吗 三岁以前不是共产党 你就是没有谁 三岁以后你还是共产党 你有脑子 没问题了 其实就是这样 跟美国媒体一样 记者都是民主党 老板都是共和党 媒体 所以 它其实就是这样 在社会 50%以上的人 就是above average 都希望自由 你政府少管我 50%以下的人都希望公平 你政府要把油钱的钱拿出来 松我们一点 所以它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你怎么样 让能够有能力的人去多赚钱 然后抽税或用各种方法 然后来帮助能力比较弱的人 这可能是政府的责任